唐朝的彭韵巨石 这是宗门里面 授记的菩萨 是一位相当富有的这家巨石 他参禅开悟了 不但他开悟了 他一家人都开悟了 真正是上根立直 午后表演给社会大众看 还不是表演断贪嗔痴吗 世间人放不下的 第一个就是财宝 世间人不肯放下的 他就做给别人看 他家里面有的是财宝 把这些金银财宝撞上一条大船 船滑到长江的灯中 炸个洞让船全部沉下去 这表演给人看的 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是有害的 没有好处啊 所以别人就看到他这个做法 就向他请教了 你这些金银财宝 既然你不要了 为什么不拿到社会上去做一点好事 救济贫苦呢 实在是 他这个举动这么做法 就是叫人提出这个问题来 他留一句话给后世 说好事不如无事 无事才是真正的好事 这个是为人也说 表演给人看 叫人真正成就清净心 真正成就真实智慧 好事不如无事 也有同修们听到这些故事 他也学了 把自己这个工作也辞掉了 财产统统都不辞掉了 到后来没饭吃了 苦不甘也 来学习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搞错了 你要想学庞居士 庞居士后退留了一手 为什么呢 生活没问题 那你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了 他生活没问题 他靠什么生活呢 编草邪 那这种古代 编草邪 编织的草邪 拿到市场上去卖 卖几文钱 他的生活就没问题了 所以他生活有诸落 你要学他 一切财产统统不辞掉 工作也不干了 你有没有想到 你将来靠什么生活 你要把这一条想好 再去学庞居士表演那一套 庞居士是开了雾 你没有开雾 糊里糊涂就不辞掉了 所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人家有智慧 过去未来 他都通达了 他都知道 所以学人家的行为 不可以盲目地学 盲目地学 我们要吃很大的亏 不可以 人家那是圆满智慧的表现 我们的感情用事 那怎么可以 那决定不可以 好 好 好